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2月16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四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着重为您介绍的是来自彭博社的独家报道 彭博社的一项独家调查 发现了美国警告华为安全问题的一个关键证据 而这个证据此前并未被报道 事情发生在2012年 澳大利亚的情报官员突然告知他们的美国同行 本国的电信系统受到了一次复杂的入侵 而这是从华为的一个软件更新开始的 该软件被加载了恶意代码 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将近二十位前国家安全官员证实了这一漏洞 以及随后的情报分享过程 美国在2012年到2019年期间陆续收到了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机构有关于此事的简报 前官员向彭博社透露 这一事件证实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利用华为设备进行间谍活动的怀疑 而同时这样的事件也有助于澄清以前并不透明的安全问题 所谓的5G网络有望为全球数十亿人带来更加便捷的互联网链接 而华为现在在超过九百亿美元的全球电信市场中占据重要位置 与瑞典的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进行竞争 但是美国澳大利亚瑞典和英国都禁止华为进入他们的5G网络 已经有六十个国家签署了美国国务院的一项计划 承诺避免在其电信系统中使用中国设备 而这样的一些行动也加剧了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根据了解情况的官员向彭博社介绍 此案的核心是一个来自华为的软件更新 当时澳大利亚在本国一家主要的电信网络上发现了这个更新 虽然看起来没有问题 但是其实包含恶意代码 其作用有一点像数字版本的窃听器 对于受感的设备进行重新编程 以记录在设备上所通过的所有通讯 然后再把数据发到中国 消息一时表示在几天后 这个设备上的代码就自行删除了 这是更新中嵌入的一个巧妙的自毁机制的结果 最后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确认 中国的安全间谍机构是这一次漏洞的幕后推手 他们渗透到了帮助维护设备的华为技术人员队伍中 并把钢线直接放到了这个电信系统之中 官员表示在澳大利亚的线索指导下 美国情报机构当年确认了一起来自中国的类似攻击 使用的是在美国的华为设备 而同时许多熟悉情报的人告诉彭博社 他们都受到了保密协议的约束 因此不能公开署名讨论此事 但是有一位重要人物确实例外 他就是在奥巴马总统时机担任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前副部长弗洛诺伊 他表示他没有受到保密协定的限制 可以这样做 当时他在二零一二年初已经离开了奥巴马政府 弗洛诺伊是在一个非保密的环境下接受到有关信息的 彭博社文章也承认 并没有找到证据表明华为的高级领导层参与或者知道这一次袭击 华为方面拒绝回答具体问题 但是华为方面的声明表示 华为的技术人员只有在客户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够进入网络 而且客户可以控制核实在系统上安装更新 华为方面表示 华为认为其工作人员被泄露 并且被渗透的可能性是一种确实存在的威胁 但是采取的措施加以防范 比如限制对原代码的访问和使用 他们表示我们密切监测所有华为的工程师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还会进行额外的审查 我们控制他们使用的软件和设备 并且每年都要进行强制性的合规培训 来自彭博社的报道还介绍 在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 美国对于华为的安全状况越来越警惕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承包商斯诺登泄露的文件 和二零一四年发表的新闻文章 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随后渗透到了华为在中国的企业网络 寻找公司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任何联系的证据 在一个名为击败巨人的项目中 美国监控了华为员工的电子邮件 包括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 而同时根据这些泄露文件 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还在被认为是高度优先情报目标的国家 比如阿富汗古巴伊朗肯尼亚和巴基斯坦 寻找利用中国建造网络中华为产品的办法 华为方面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方面从来没有拿出华为与军方有联系的证据 华为是高度专业的 而我们的创始人任正非先生有很多无聊的电子邮件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楼继委有关的消息 此前华尔街网报已向您介绍 楼继委在十二月十一日的一次经济年会上说 经济工作会议上高层提到了三重压力 但是在官方统计数据中都看不到啊 似乎是质疑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有水分 甚至是就清必实并没有抓到点子 而在十二月十五日公布十一月份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之后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在公开声明中表示 统计数据清晰的反映了三重压力 也就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 以及整体经济下行压力 被认为是对楼继委争议言论的某一些回应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在发言中表示 从需求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 有年初的两位数增长回落到各位数 两年平均增速从三月份的增长百分之六点三 回落至八月份增长百分之一点五 近两个月虽然有所改善 但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投资增速呈现类似回落姿态 反映了需求收缩的变化 同时他表示 如果看到供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而中国部分能源和金属供给偏紧 汽车等部分行业缺心的问题影响明显 PPI同比涨幅也从一月份上涨百分之零点三 扩大至十月份百分之十三点五 十一月份涨幅有所回落但水平较高 而从预期上来看 中国制造业PMI从四月份以来连续回落 九月十月已跌至收缩区间 小型企业制造业PMI连续七个月处于收缩区间 而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受到疫情的波动比较大 总体也呈回落态势 而统计局方面表示 正式面对上述重重挑战 中国经济仍然顶住了压力 整体经济稳中有升 而这在最新公布的十月份数据中有所体现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驻华大市人选有关的最新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 美国参议员投票通过了尼古拉斯伯恩斯 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一世的任命 而这个职位已经有一年多来处于空缺状态 在八月二十日时 美国白宫发表声明 说拜登总统决定提名尼古拉斯伯恩斯为新任驻华大使 伯恩斯现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外交和国际关系专业的教授 根据公开资料介绍 伯恩斯硕士求学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之后就进入了美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实习 开始外交生涯 之后伯恩斯又在中东度过了一段驻外时间 在美国驻埃及和驻以色列的外交机构任职 伯恩斯掌握阿拉伯语 而在老布什上台之后 伯恩斯被召回华盛顿 当时是出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事务主任 在此期间他出席了美苏间的多次峰会 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 而之后伯恩斯又负责协调北约各国的行动 调任美国驻北约的常驻代表 2005年小布什开始第二个任期之后 伯恩斯又离开了北约 重返美国国务院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而退休之后伯恩斯到了哈佛大学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教授 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 他作为拜登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参与其中 伯恩斯与中国的交集也有多次 在担任副国务卿时 伯恩斯参与了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 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事务 在担任外交官时 伯恩斯曾经强调 不能简单把中国视为敌人 中国是未来半个世纪对美国最重要的国家 2020年 伯恩斯在阿斯彭研究院所发布的权力之争 二十一世纪下的美中关系艺术中曾经撰写序言 表示美国需要保持印太实力迎接中国挑战 有趣的是伯恩斯这一次的提名一波三折 此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指责伯恩斯与中国有着商业联系 直接把伯恩斯的提名进行了搁置选项 而后来由于美国两党达成协议 通过了新疆法案 对比奥才放弃了原来的搁置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图花消息 根据来自日本媒体的报道 日本大阪市有一座大厦 在刚刚过去的十七日发生了火灾 现已造成二十七人心肺功能停止 目前尚无更多消息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 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